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21年9月22号 周三晚上的8点30分 今天美联储的利率决计声明 以及鲍威尔的讲话结束之后 市场整体的反应还不错 指数都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反弹 咱们来看一下 美联储在这一次的声明之中 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些确定性的信息 另外 今天Facebook是独立跳水 在几个大头头里边 咱们来更新一下它的状况 还有就是 今天在美联储的利率决计声明之前 市场就有人花了5000万美金左右 是押注整个的标普继续的上涨 咱们来看一下 它押注的点位到底在哪些地方 同时再去更新一下 包括FDX在内的 我的一些持仓计划的更新 好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美联储的声明 了解一下整个的货币政策的走向 今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整个的两点半钟的讲话里边 而透露出来的几点内容 首先关于这个缩减购债的情况是这样 他认为许多委员会的成员认为 紧缩计划的就业障碍已经是达到了 意味着目前是已经具备了 可以去缩减购债的条件 同时他还是 再次肯定了资产购买仍有其用途 但现在是缩减资产购买的时候了 然后第三点是 如果经济预期继续与预期一致 那么我们可以在下次的会议上 采取紧缩的措施 下次会议就是11月份的时候 下一个利率就义声明的时候 有可能就会提出紧缩的措施 特别是就业状况他提到 这一次不需要一份 非常非常好的就业报告 因为他预计目前的就业需求 仍旧是比较强劲的 整个是一个上升的轨道 所以基本上可以确认 我们说11月份12月份 最晚应该就是这两个月 会完全去宣布怎么样缩 什么时候结束 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可能性的猜想 就是逐步的缩紧购债规模 在2022年中 就是2022年的中期结束 是合适的 那么咱们就可以理解为 2022年大概大概6月份 7月份左右 整个把这个缩减购债 整个购债的8加4的这个规模 全部缩完 好这是关于缩减购债 然后是关于加息是这么说的 那么在缩减购债计划的结束之前 不会加息 这是给市场再次的吃下一颗定心丸 很多人猜测是不是会在 缩减购债结束之前就已经提前加息了 因为担心通胀的问题 担心经济过热的问题 现在再次明确表示 不会提前加息 另外就是如果通胀率在2022年仍然保持较高的水平 那么美联储就可能达到了加息的条件 这个表述就比之前要更加的鹰派一些 我一会还会给大家看一下点证图的状况 为什么说在2022年现在加息的状况有可能会提前 好咱们首先看一下 现在我给大家看到的这张表格是在上一次6月份的利率决议声明的时候 当时委员的投票 你看上面是这个时间 我们看一下2022年 我们看一下 上一次是在6月份的时候是有11名委员认为 当时说在2022年加息是不合适的 因为现在是0%到0.25 所以只要在0.25的水平之下 就是他们持有2022年不加息的一个态度 那么在上方的高于0.25的 那么肯定是有一定的加息几率的 有7名委员 当时是一个11比7的这么一个投票 那么在本次的点证图上 这是在今天披露的点证图 咱们来看一下同样 2022年的一个状况 发生了一些改变了 我们明显的看到在这个区间 在中间的圆点点的区间 这个区间就是0.25到0.5的一个利率区间 意味着这个是赞同加息至少一次的 这个人数已经是向上上升了 包含加息超过在0.5之上的委员 数量一共是来到了9名 那么下方原来是11名 在上一次的投票 这一次减少了2名 就是9比9的这么一个态度 所以认为在2022年不应该加息的 那么是有9名委员 认为2022年至少应该加息一次的 是9名委员 已经和上次相比的11比7 这个明显看到有两位委员 已经是改变了他们的态度 认为2022年是有可能加息的 所以整体上2023年的加息不用说了 这是一个非常确认的结果 只有一名委员认为2023年也都不加息 所以很明显超过了19人 一共是在上面都认为至少应该加息一次 更多的人认为应该加息2到3次 所以大致的进程就是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声明上 咱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信息 什么样的一个确定性 首先从时间点上 市场可以预期在10月或者11月 整个缩减购债公布细节的概率是非常大了 今天这么一说实际上市场已经开始消化影响 之前大家都在猜对不对 什么时候说怎么说 现在大家知道了OK 那就最多就是等一个月最多就是两个月 很有可能就在下一次11月份就直接宣布了 而且结束的时间点告诉你了很关键 2022年的年终结束 这个时间比之前 美联储在之前过往的缩债的周期上要短 通常在过往的时候 他们要缩债一般是一年去缩减 但这一次明显缩的比较快 所以时间点也告诉大家了 好 但是我们说缩减购债由于额度 本身就是一个1200亿 不是很大 而且是分批缩减 预计不会对市场的流动性造成更多的影响 那么对于加息的预期 我们假设刚才说 如果在2022年的12月份 市场我们说一加息通常都会抽走流动性 那么市场高估值的状态是肯定是要回落的 是肯定是要回落的 那么预计市场对于加息的反应 通常会提前半年去反应 也就是12月份如果确定要加息 那么整个的市场 如果还在明年的6月份 还在处于高估值水平的话 那么预计6月份最晚就会出现一个回调 这是我们说从时间点上去推断 如果是10月份就是第4季度的第一个月就开始加息 那么预计在明年的复活节期间 差不多就是4月份左右 市场就会提前会出现 由于如果还在高估值区域的话 一定会出现回调 这是两个时间点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 如果2022年不加息 那么时间就往后顺延 什么时候确定了加息的预期 往前半年的时间是市场做出反应的 通常按照历史规律咱们说一个时间节点 好 所以我们说满打满算 按照现在的情况 市场对于整个的预期 或者说市场对于流动性担忧的预期 可以推迟一年到明年的一季度或者二季度 剩下的我们说现在9月底 马上10月份到明年的一季度二季度 这半年大家干什么呢 干什么一切都要围绕着基本面去运转了 美联储在今天我们庆幸的是 他没有在关键的时候再下去踩一脚 整个虽然释放的是一个偏鹰派前瞻收紧的预期 但是在今天的讲话里边没有说马上怎么样 大家市场还是安抚的还可以 所以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声明 好这个时间点咱们就知道了 所以短期来看我们说中长期看到明年的最早4月 最晚是6月份大概这么个时间 那么短期我们说市场整个的炒作的预期要去到哪里了呢 要去到在未来一个月 从现在开始到10月底的Q3财报的压注上了 市场现在你们可能看到的很多很多的股票 马上又开始要变成传统的财报寄前的一个跟随着波动了 比方说炒预期财报好的 比方说财报差的对吧也炒预期等等等等 主题就换到这项目来了 美联储暂告一个段落了 好 从指数的判断上我还是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咱们其实在前几天已经说过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要站上缺口上方 那么就预示则是一个完成了下跌动作 已经开始可以再次走强势的 缓慢上行也好快速上行也好 但总之是可以改变目前的一个弱势结构的局面 但现在今天实际上都只是打了缺口的一部分 还没有完全的回补上 所以你看几个指数包括纳指100也一样 上方缺口还在这里 你包括道指来看一下是不是也差不多 也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以缺口收盘站上缺口为准 好吗 这是我对于目前市场短期强弱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看法 那么市场上资金到底是怎么样去看待了呢 今天实际上市场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我当时是在盘后最复盘的时候 实际上我是观察到了 关于SPY的异常期权的变化 这个异常期权是非常的大的额度 不是说很少的额度 它是在最近期里边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442的这个 452的这个 这个都是属于比较大的 我觉得是有异常 而且看起来他们也是一个价外的情况在做多 即便是做这个world code的话也是做一个价外 它这个哪怕你是做一个 除非你是做一个深度的价内的put 对吧 但是这个可能性不大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 然后临近节目之前 我就看到了市场上确实有讨论这个的消息 果然整个的统计下来 那么今天在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声明来临之前 就是还没有披露之前 大概是上午10点多钟 因为利率决议声明是2点钟 10点多钟的时候 市场确实监测到了异常的期权举动 那么这个异常期权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大概有分为三笔的 做的这个确实价差的一个cost rate 就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动作 压住期权市场 压住股票的指数SPY的上行 他们是分别在这个448 就是我们看从下面看 下面的这个10月份到期的 那么是43000张 它的价格是3.89做了一个cost rate 442452的一个价差 然后往上到11月份做到448到460 再往上是25000张的 448到470的这么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呢 我去查了新闻 很多的也提到了这个信息 那么这个价格一共算下来 差不多就是5000万左右 所以这个人代表什么看呢 5000万美金如果它全部 我们假设到了12月份 新权的时候 它470价格跑过了SPY 就是标普的ETF 跑过了470 那么意味着它全部都是一个价内 对不对 它全部是价内 全部是拿到了最大的利润 最大利润拿到多少钱呢 大概是1.36个亿吧 到1.37个亿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手笔 特别是有人在美联储的声明出来之前 用大手笔压住行情继续的上涨 我们看一下它分别上涨的三个目标 是452 460和470 如果我们对照着市场来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SPY SPY如果是450 452 452的位置大概就是前期高点附近 对吧前期高点是452.59 然后460和470 在现在的基础上指数还要涨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 涨到452要涨大概3.2个点 涨到460左右要涨5.4个点 涨到470左右要涨多少 7.54个点 也意味着在未来的三个月时间 那么这笔资金压住 会涨最多涨7个点指数上 所以你看看它还是相当看牛的 那么通常像这样的一个压住 肯定不是普通的散户所为 对吧 你散户拿出5000万赌这个期权吗 尽管它是有限度的损失 但是成本就是5000万 所以我们说这个情况也反映出市场上 目前仍旧有资金在极大的看好市场 或者是他们知道对吧 内幕或者叫做早就知道心里笃定了 这个东西还会继续上涨 因为时间点一确定以后 整个加息预期往后放得很远 好 所以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跟大家拿出来做一个提示 好讲完这个之后 我们来讲一讲今天的几个个股的状况 首先讲一下Facebook 今天的Facebook是跳空下沙 破了2348到356的这么一个情况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是它的产品营销的副总裁 在今天确认 由于苹果昨天不是推送前几天 推送隐私新的系统 新的iOS的系统 然后苹果隐私发生变化之后 它确认了Facebook在苹果隐私的发生变化之后 已经受到影响 受到了影响 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你不太容易更加好 去收集用户的信息了 不能收集它的信息和它的使用偏好 你就很难定向的向它投放广告 你很难定向投放广告 在给你的广告商在Facebook上投广告的时候说 那我这同样花一块钱 你都给我投给谁呢 对吧 我是一个做餐饮的 然后你去给我投放了一个做金融 对吧 我是一个做家具的 然后你去给我投放到了一个做园艺的 那很明显不匹配 广告主肯定就想到我同样花一块钱 我为什么不找更加精准的投放 你在这又看不到效果了 或者效果变差了 你是不是会影响你广告打折 你的广告定价 你会不会更便宜 再加上接下来又是马上的第三 第四季度的购物旺季 广告商广告主每年在这个时候是大量的 投放广告的 但是现在这么一做 是不是Facebook这边今天就再次的确认说 可能会导致他们的整个的盈利 或者广告的投放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说 现在Facebook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Facebook目前其实从PE水平上来讲 它不算很高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盈利的增长率非常的快 所以它的PEG这边也才不到1的一个水平 属于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 但所有的这一切全部都建立在盈利快速增长的基础之上 那么现在隐私生的这么一改 而且确定受到影响 明确表示在Q3Q4季度有可能影响较大的情况下 今天就出现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跳水的小动作 独立的跌了差不多3.994个点 那么我说一下它的位置吧 从基本面上来讲 如果你认为Facebook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 仍旧有市场广告的主导权与定价权等等 那么它现在的增长率 现在的PE水平不算很高 首先告诉大家的是 估值水平也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353到395也是比较合理的 不算特别特别的高 但如果一旦确认整个的营收增长快速下降 那就不对了 那就不行了 那就说明什么 那就说明未来第一PEG会变高 未来的整个的PE水平会变高 那就说明什么 有被高估的嫌疑 但是总体上它在几个大的巨头头里边 在几个Facebook什么苹果亚马逊 微软那几个里边 整体来算它的整个的数据状况 或者说整个的核心数据状况还都不错 不算太高 好 所以看你自己对他个人未来的业务影响的一个判断 大家来做一个抉择 好吧 然后我只把几个位置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破位之后就会形成压力 348365下来之后 形成一个压力 然后是325336小支撑 299315这个地方支撑还可以 最强的支撑在257到283这个位置上 这是上方的大家如果做长线 你认为你想去长线配置 还是仍旧认为它可以不受影响长期增长 保持高增长率可以去配置的地方 好吧 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Facebook的一个大致的情况 好 讲完了Facebook之后 我来讲一下我的持仓的变更 其实昨天讲到了关于FDX 大家很多我觉得可能还是不是很明白 所以我简单的再把其他几个先带一下 带一下我来讲一下 也再次说一下我FDX怎么做的 今天其实也做了 首先FDX这边是这样 FDX这边我今天是做了一个临近收盘的时候 因为开盘的时候整个的价格并不理想 波动力也比较高 价格一上一下一上一下 我想等它做一个走一个往上的反弹之后 想做一个更好的sell call对吧 或者covered call上面 但是没有给这样的机会 之前的昨天的260265的价格 由于开盘之后 它的价格就比昨天的盘后价格多跌了10块钱 所以很显然260265那个价格肯定是买不到的 或者说没有利润可图的 所以就要改变计划 改变计划 所以我就没有执行 我这个地方就没有去执行 comfort call 也没有去暂时没有动 我想等它反弹反弹 稳定稳定再去做 这样拿到更多的权利金 不然权利金太少了 是吧等等再说也无所谓 所以这个就没有执行 但是保护的这个是执行的 临近收盘的时候是做了一个put spread 做了一个垂直价差的23526220的一个垂直价差 然后大概成本是5块5左右 是非常划算的 中间的最大利润是10块钱 可以实现完全的保护 为什么做这个 因为做完这个之后 实际上我没有付出任何的时间价值 也没有任何的外带价值 我在230之上我只付了5块钱 我全部都是内带价值 所以相对来讲 还是一个比较便宜和划算的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完全保护在230之下跌到220所有的空间 也就意味着暂时我这个保护 暂时只保护到220块 后面如果有更多的跌幅 更大的一个跌幅的话 后面再做重新的保护 这个地方我就不讲太多了 因为你可能要不懂这个东西 我们来讨论起来非常的复杂 这里我正好要说一下 其实对于市场的操作 我的节目里边 我跟大家只能去讲一些大面的 基本面的思路和我的一些思路 你不可能是完全能跟得上我的操作的 因为每个人对于工具的掌握的熟练程度不一样 对吧 而且我这节目有之后性 我都操作完了 我再讲出来以后 对吧 对你来讲明天看到的价格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自己在了解了思路之后 根据你所熟悉的工具去做一个调整 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操作的时候 你就记住一个最重要的大方向 就是一切的操作 止盈止损 都要去符合你自己的操作体系和目标 目的就一个 对吧 逆境的时候尽量减少亏损 对于长期看好的股票 多一些耐心 在顺境的时候尽量要做到保留利润 对于表现过分优异的股票 炒得过热的股票 多一些冷心的思考 对吧 该卖就卖 该减就减 所以我再次强调 我只能给大家提供思路 复杂的这种工具 复杂的操作 复杂的细节 很多时候确实也做不到 因为我也不是操盘帮大家做基金 对吧 做基金的话 你说你在里边我自己操我的 那是跟我同步 其他的情况很难同步 你看我的变化 不可能跟得上吧 所有人都不可能跟得上 这个都是大家资据了解了思路之后 了解清晰了市场的环境之后 做一个选择 特别是很多朋友又问到 那要是我不想去止损它231之下 我就想看一个长线利好 怎么样 那我补充一句 220200附近有支撑 你就想买它基本面 认为现在它的基本面已经够好 够便宜了 这两个地方 看样子看的情况 你去见你的仓位 对不对 可以去补你的仓 拉低均价 也未尝不是一种方法 但是231之下 你要不要止损 要不要规避这个风险 那就看你个人咯 你可以说现在231 马上230就止损 你也可以是反弹到235再止损 或者再去减仓都是可以的 细节藏在你对市场的理解中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 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好简单 我跟大家只能这样去讲一下 后面的什么时候去卖 这个sell call 上面倒到炒了价格之后 我再去执行 现在这个价格不太行 而且价格260265 这个地方肯定要下调的 因为整个的压力往下去走了 所以上方卖不出价了 就要往下走一走 但是也不能卖的太低 卖的太低 市场如果遇到大反弹的话 有可能你这边还要亏损 所以要做全面的考量 也是一个变动的 好讲完这个之后 我简单说一下 我预期对于市场的一个判断 就是或者对于市场的整体的 有几只股票 我有一个减仓滚动的一个计划 这三只股票 我有个优先级 我跟大家讲一下 他们优先的顺序分别 分别是NVDA 英伟达 苹果APL 还有第三个是PYPL 就是优先级我会做继续冲高之后 做滚动部分仓位 滚动减仓等它跌下来之后再接回来 我会做这个动作 这三只股票 优先级 NVDA 然后苹果 还有PYPL 他们是三个优先级好吧 最优先代表着最需要去操作 或者是最有可能操作的 然后具体操作的点位 我在这两天过两天看一下之后 会去挂 但是如果它盘中充得太高了 我来不及做节目 它已经充得很高的时候 一天涨了三个点五个点 涨了那个位置的时候 那我可能直接就卖了 所以我并没有说 马上确定一个定死下来 在哪个点马上就得减 如果有机会告诉大家 我在节目里就更新 如果突然到那个价位 来不及更新 我就只能后面再更新了 总之这三个优先级上 我是有继续拿部分仓位做滚动的 因为这三位三个 目前是我的最大的仓位 最大仓位 我就要实现最大的盈利 希望把仓位成本继续做下来 来抵御市场未来 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风险 同时尽量去放大一些利润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带来的 全部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那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 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